第22题 下列有关氧化反应的叙述何者正确 A活性大的金属较不利产生氧化反应反应错 活性大就是容易发生化学变化 所以是活性大的金属容易发生氧化反应 所以A是错的 B所有氧化的反应都会发光发热是错的 氧化酮在氧化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燃烧的现象 它会变成黑色氧化酮 因此它没有发光发热 看不出来发光的现象 所以B是错的 我们知道金属氧化物溶于水层碱性 非金属氧化物溶于水层酸性 酸性会使得 所以是变成红色 所以诸说 非金属氧化物其水容易可以使红色所以变成蓝是错的 而我们的C是对的 金属氧化物可溶解于水层化会呈碱性是对的 所以第12题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氧化反应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一般而言 金属氧化物若可溶解在水中 是容易呈碱性 给大家看